本节目主持及嘉宾内容 与本台立场无关 我们来帮你解答 Hello 各位 又回到星期五晚的《梦到梦尼坦》 自从限聚令姐开放四人吃饭后 街道很劇烈 去到哪都长假期 很失车 但希望大家无论失车也好 什么时间也好 都支持我们的节目《梦到梦尼坦》 我们今天会继续上次 大家都热烈回应的题目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病理心恩》 《病理心恩》这个题目 我相信会有很多集的 希望做到四、五集 因为我会有些嘉宾 来讲解他们的心路历程 他们如何穿越 当然那些嘉宾 都是有差不多的经历 才能够浪 讲《病理心恩》 好 之前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内容 很多资讯 有关《病理心恩》 我们继续理解对他的病理心恩 是什么一回事 为什么我吃完病药不好的呢 其实是比较针对这个位置 首先你要明白 我们经常说 身心灵 身心灵 仿佛 好像拆开 出奇弹 身体是我们 接触世界宇宙的区学 但没有这个学 又不能存在 我们的灵魂再看 再走多一阵 就是关于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情绪 很多情绪 开心 不开心 兴奋 失望 绝望 很多 很超级的 很超级的 好像电脑 短路 经常 再走我们的心智层 我们有什么信念 我们经常在身心灵 都说什么是Believe System 信念系统 信念系统 就是主宰着我们的情绪 和身体 就是一层一层落的 为什么 你有一个恨的人的念头 你现在想起 最近一个赚你钱的人 或者你觉得 他不停攻击你的人 情绪 极速出现 你再想一个 可能和你非亲非故 但他比你家人更关心的人 你又会心里有份感动 有份爱 这个是最快 最自然不了的 但是这个最自然的感觉 是否会被他驾驭了呢 信念系统可不可以改变呢 永远都可以作出改变 只不过是要花时间 花心机 不可以觉得 一个即食面搞定 那我们再上 就是说的是 灵性 甚至是我们的灵魂层次 那仿佛我们在灵性的世界里面 人就会觉得很飘 很虚 其实并不是 看似是一些虚无的东西 intangible 我们捉摸不到 但是身体的层次 永远都会表达到灵性的层次 例如是 为什么你会往往 在一个没有预计的期待之下 撞到某个人呢 因为你们的频率 的那个连结 能量的相对应 就会让他出现了 那我们经常说吸引力法则 由我们当初秘密这本书 去到有电影 甚至是很多身心疗愈的系统 都会这样一步一步一步 我们无论是上还是下 我们都是在说 人一生里面 所有我们 关于我们不同部分的整合 其实身体出了状况 无论是病 受伤 臭瘀 感冒 其实首先 他们都是同一个层次的东西 在做什么呢 为你说话 为你表达 表达这件事呢 是无穷无尽 这么不足够的 为什么呢 你幻想一下 你在一个小BB手抱的时候 你有什么不敢表达的呢 除非你的家人 在你很BB的时候 已经开始打压你了 那真的没话说了 所以首先你要明白 很多我们今天 那些循规道举 那些懒惊 懒乖 那些 Be a good girl Be a good boy 那些说话 其实是我们潜然密化了很多年 甚至是很多小的 那些 我要规矩 我瘀 我不可以这样 很多的自我限制 而这些自我限制 成为一些束缚 会让我们的心智 灵性层次 甚至情绪 我们都没有办法表达的时候 就全身体吃光 那身体帮我们吃了 那么多坏的细胞 坏的想法 坏的情绪 去哪里宣洩呢 就是要用身体呈现 而每一个部分 每一个病征 每一个时期 究竟你和任何人事物 有多少亿压 它就会吐出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 世界是圆的 所有东西都是一致的 是没有分开的 就是全部东西都会 你在情绪上 不放弃 不释放 身体就会帮你 韧完之后 它要表达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我也是一个 挺顽固 我都不倾向 认同病的 就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让它 是一个表达 其实首先 你的心会比较轻 就是无论 发生什么病 我们上一集 因为阿嬌的冲击 让我记起 这个路遥遥 永远都会说的身体层次 所以就透过它这个 个案 我们去体验 为什么 眉骨 额头 有什么信念系统 那些牢固 那些自以为自己对的 很要面 被人剃眼眉 被人攻击 很不开心的感觉 觉得没面的感觉 我们一直会继续讲一下 一些不同的案件 去让大家理解更多 那我们有讲过 刘德华 也有讲过 林志玲 他们都是堕码的个案 有一个香港的艺人 他之前都会经历 因为他拍一个真人show 跟他的先生 而他就经历了一个 小小的 即他又不是很大件事 因为by result 见到他身体都很好 但是 那个的经历 我相信都会挺惊慌的 就是这个 在这个斗牛场 在西班牙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小意外 他走避不及 被牛衝击了一下 就跌下来 那这个就是杨千华小姐 我本人就不认识他的 不过就想 让大家看到那个状况 首先 我们用回不同的艺人 或者他们一些你知名度的人 让你去对号入座 想起你跌低 其实这种跌低 即是冲击 撞击底下跌低 其实就是完全代表 当时他应该是 之前说的 有一些的价值观 有一些的冲击 令到他无法消化 我们这样说 如果我们在情绪 灵性 心智上消化了 仿佛我们很多时候 需要不需要 经历这么痛的过程 就未必的 所以为什么 那个觉知提升 我们每一集都说 提升你的觉知 有awareness 这么重要 就是 仿佛你其实是有力量 知道自己 不需要经历这个 撞击 冲击 有些冲击 你是受得起 有些真的很危险 真的会命都没有 而这个斗牛的意思 其实本身 斗牛这件事 就是充满危机 而那个斗 你就和他斗智斗力 所以整件事 如果放回到 当时人身上 就是关于 在这个斗智斗力 和那个 价值观的运作 他太净放 即是混乱一片 就被人冲击 而那个撞击力 就要看看 他撞击 是射到哪个位置受伤 而我们再去看深入一点 我们会一路说 不同的位置 另外 亦都会说 一些不同的器官 甚至一些病状 让大家去感受深一点 有些我自己 平日做病理心因的个案 我们那天上一集 我们就说了个头部 就是说很多眼睛 嘴巴 面 那些的冲击 头 代表什么 但是我们有个部分 还没说 有人问 喂 长官问 你回答 那就是关于耳朵 其实耳朵 你没理由不知道 就是什么意思 我相信 香港很多人都会说 有耳鸣的状况 我自己都经验过 一段很短的时间耳鸣 耳鸣 我们就是以他的病症 和病状去理解心因 病理心因就是永远 身体有一个状况 其实他是写一封情信给你 和梦境很像的 梦境就是写一封情书给你 或者家书 你可以去看看他 特别是重复的症状 为什么这么困扰呢 就好像仿佛是重复梦境那样 他不停给你信你 但是你不会 他又给你信你 你蓝剔你又不认他 他就会来来回回 每次的情绪 那个状况 类似的出现 那个共识的法则 就是一出现 你未療癒的部分 就会曝光 身体就会同一个症状 再次发生 所以你的观察很重要 当然我们鼓励病向前中医 即是仍然你要处理身体层 你的药膏要查 你的医生要看 你的根莫治疗师 仍然要关顾 要去找他 因为每一个病状 都是一个action for love 的calling 就是呼求爱 呼求关注 呼求 就是小孩要注意 你可不可以看看我 妈咪你可不可以看看我 我考得不好 但你可不可以看看我 我玩得不好 但你可不可以爱我 就是这些呼求 我们想说一下耳朵和脖子 耳朵很简单 耳朵很简单 耳朵和耳朵 其实有些状况 导致你失聪 甚至是未至于失聪 可能耳朵也很困扰 耳朵当然我们物理上有它的解释 但心理状况就是第一 问自己很简单 这个check-in的问题 有什么你不想听 有什么你长期觉得被干扰 而你想困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 你不想接触外面 你不要跟我说 我不想知道 我不想听 那个情绪 是很困扰 而这个状况 有某些presentation 那个表达是怎样呢 那个耳朵 是温到 其实它是完全拒绝接收外界的资讯 即是一个不想聆听的状态 当然 这根性感觉